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董事長劉德英 總裁為著家等人一次排開 而月底出席窮本場開幕典禮 在AI題材的激勵之下 台積電股價節節攀升 這讓高階主管們的身價 也跟著首長傳高 根據證交所資料 新上任台積電共同營運長秦永沛 他與家人共同持有9123.1張台積電股票 以13號收盤價779元來計算 市值高達約71億元 比總裁衛哲家的55億元還要多 至於台積電資安長林景坤 他與家人共同持有近14000張台積電股票 市值超過100億 也比現任董事長劉德英來得更高 台積電旗下20位副總 身價通通破1元 13號台股一度公佔2萬點 這跟台積電的股價息息相關 從2月底的691元一路飆漲 3月8號來到796元創下歷史新高 僅僅一週漲幅超過100元 股價甚至有機會上看800元 如果未來股價持續攀升 台積電的員工們 有望創造更多位億萬富翁 華視新聞才有請黃玉玲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